在日本首相为具有争议的郑国神社作出捐献 和三名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郑国神社之后 韩国外交部长韩炳世取消了定于本星期对日本的正式访问 郑国神社当中供奉着一些战犯的灵位 韩国官员在星期一说 韩炳世本来计划在访日期间是讲述韩语关系的发展方向 但在三名日本内阁成员近日参拜郑国神社之后 他取消访问以示抗议 一名日本政府发言人说 安倍晋三首相没有参拜郑国神社 但捐献了一株勇于仪式的树 位于东京的郑国神社供奉着为日本战死的军人的灵位 其中包括二战之后被判犯有战争罪的14名战士领导人 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郑国神社 一直使得日本的亚洲鄰国感到愤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